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有职工一千余人 其中本科以上员工占百分之二十 先进的加工检测设备和高素养的优秀人才 确保了优质产品的提供 用人品打造精品 用精品奉献社会 中国重器豪沃系列变速器 它即世界先进基辅密体 引领着重型变速器的最新潮流 铝合金外壳产品 外观优美 引领着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向 先后推出了九档 十六档 十档 十二档等不同系列变速箱 拥有近两百种产品 充分满足顾客需要 科学管理 理性经营 精心操作 追求最佳效益 精益制造 科技连先 总成装配件于2009年8月投入使用 总成装配件采用了MES系统 数字化测量系统等多项国内国际先进技术 EOL加载试验台 可模拟加载工况 通过空档试验 动态换档试验 倒档加载试验 正反托加载试验等 检测变速箱各大位工作运行状况 有效控制和提高变速箱质量 功能强大 先进的装配信息系统 使装配线实现了全程质量扫描跟踪 使进百余种变速箱总成 实现了同时在线柔性装配 输出轴 壳体 齿轮 副轴 热处理等生产线 通过科学设计 优化工艺 全面推行精液化生产 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稳定和成本的降低 张执器 张口器 造精品 创佳计 为实现马书记提出的中国第一 世界一流的发展目标 变速箱部全体员工将衣食聚集 与锐意进取 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为实现集团公司十二五规划 再见新工 为实现重型汽车 大功率发动机的发展趋势及匹配需要 中国重器凭借强大的研发实力和多年的技术基电 针对用户不同的使用工况及道路条件 及世界先进变速器技术之大成 通过技术创新 自主研制出了豪沃系列新型变速器总成 目前开发了豪沃18709 豪沃20716 豪沃19710 豪沃15710 豪沃19712 豪沃13710六大系列 主箱采用双中间轴结构 副箱采用行星传动机构 大幅度提升了总成的可靠性 主副箱换挡设计 有护锁机构 有效保护副箱铜补器 壳体采用先进的垂直铺分结构 便于装配维修 采用主动润滑 极大的延长了电速器的使用寿命 1. 用内六方拆下紧固波插 与波插轴的两颗紧固螺钉 用卡簧钳去下波插轴下端的弹性挡圈 向上提起波插轴 取出下方和上方的两个平件 和离合器分离波插 2. 用石榴的套头 拆下波插轴支架裸栓 去下波插轴支架 3. 用22的套头拆下箱体进油管 输入轴进油管和出油管总成 4. 用16的套头拆下输入轴端盖组成 5. 用16的套头拆下复轴端盖 6. 用16的套头拆下连接油泵 与前壳的6支M10的螺栓 轻轻轻转动输入轴 取下油泵 7. 轻轻转动输入轴 取下钢球 8. 取出箱内管2 9. 用卡簧前拆下输入轴 及副轴上的指动环 10. 用16的套头拆下前壳内 所有连接中壳与前壳的连接螺母 11. 用16的套头拆下助力钢支架和软轴支架 11. 用16的套头拆下助力钢支架和软轴支架 12. 拆下前壳与中壳的连接螺母 12. 用19的套头拆下范围挡气缸两支气管的空心螺栓 12. 松开小盖上部四支螺栓 3. 拆下小盖纵承 1. 拆下输出轴端盖锁片 2. 用专用工具G01或G14拆下大螺栓 3. 用M10的螺栓把堵塞拔出 3. 用18的长杆套筒拆下输出轴内的主轴固定螺母 4. 装上大螺栓 4. 拆下取力器的连接螺栓 4. 用M10的顶丝把取力器后壳拆下 拧下取力器前壳与变速器后壳连接螺栓 取下取力器进油管空心螺栓 取下取力器前壳 5. 拧下变速器前壳 5. 拧下变速器后壳与中壳连接螺栓 6. 用M12的顶丝把变速器后壳顶起 6. 用M12的顶丝把变速器后壳顶起 6. 把复箱总成取向 6. 拧下主箱内固定锁板压板5支螺栓 1. 拧下主箱内固定锁板压板5支螺栓 6. 拧下锁板压板5支螺栓 7. 拧下锁板压板5支螺栓 7. 拧下锁板压板5支螺栓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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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拧下锁板5支螺栓 8. 拧下锁板5支螺栓 8. 拧下锁板5支螺栓 8. 拧下锁板5支螺栓 三、用拔销器G06踢出两根堕轮轴 二十五、尽量向远离副轴方向拨动堕轮 使其离开副轴上轴承的位置 以避免在前壳与中壳分离时 副轴轴承与副轮发生刮碰 五、拆下变速器滤网端盖连接螺栓 取下端盖以及滤网 以防止提中壳时滤网与齿轮刮碰 六、用M12的螺栓把变速器中壳顶起 掉下中壳 取下箱内油管衣 七、用专用工具G05拆下两根副轴上的轴承 八、取下主轴及两副轴 翻转前壳 轻轻敲击波叉轴 用铜棒或铜锤拆下输入轴总成 注意 在拆华盖20716变速器总成时 输入轴总成、副轴总成、主轴总成、波叉轴总成必须同时拆下 九、使主轴成竖直状态 取下六角键 转动主轴大挡片 其键槽对准主轴花键时 可取下主轴大挡片 倒挡齿轮 如此拆下主轴总成上的各挡齿轮 调整垫片、花键挡片等所有零件 一、拆腹箱总成 使输出法栏向上 拆下大螺栓、压板 用专用工具G16 拆下输出法栏 二、拆下范围挡气缸、活塞 三、拆下输出轴端盖的八颗固定螺栓 三、拆下输出轴端盖的八颗固定螺栓 拆下输出轴端盖 四、拆下输出轴端盖的八颗固定螺栓 四、拆下两个波插轴支撑销 四、拆下两个波插轴支撑销 五、拆下输出轴端 六、拆下传扭板与后壳连接螺栓 七、用专用工具G03 三、拆下输出轴端盖 三、拆下行星架轴承并拆下后壳 八、翻转行星机构 用专用工具G17 拆下里程表窝杆 滚动轴承及高档锥骨 九、用专用工具G04 拆下高档锥骨 十、拆下铺�骨 十、拆下同步环 双手提起同步滑套 十、拆下同步环 双手提起同步滑套 十、拆下同步环 双手提起同步滑套 十、用卡皇前 拆下卡在尺圈支架上的弹性挡圈 十、拆下同步驰坐 同步环及抵挡锥骨总成拆下 齿圈支架及齿圈总成取下 一 拆下摇臂及防尘罩 二 将小盖端盖拆下 三 取出隔环 四 拆下空档开关取出顶销 五 拆下气控锁纸阀及双H阀 六 取下弹簧定位套 欧型圈 锁销 七 拆下倒挡开关及顶销通气阀 八 拆下摇臂侧端盖 九 取下传感器驱动环弹性圆柱销 十 取下扇形锁块即销 十 取下自锁销轴滚针 取下自锁销轴弹簧档片及弹簧 十 一 取下碗销销纸阀 用冲子把换挡头圆柱销取下 十二 取出换挡轴及护锁插坡头 十三 拆下轴用卡簧 取下上碗 弹簧 下碗 一 主轴装配弹性圆柱销 在弹性圆柱销位置画一条直线做标记 装每个齿轮时 先将卡簧与花键垫片装好 这是调整垫片 调整垫片是成组的 每组之间的厚度差为0.15毫米 依次将四档齿轮 三档齿轮 二档齿轮 一档齿轮 倒档齿轮装配到位 将四档齿轮 重档齿轮 到位 刚才是两档齿轮 三档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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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档齿轮 五档齢 三档齢 四档齿轮 四档齿轮 叠一档 三档齢 八档齢 五档齢 五档齢 装三档齢 秋档齢 三档齢 中山下 滑套内六角键槽是双槽 装配时有方向性 齿轮放好后 不要转动其他齿轮 防止调整垫脱离 将两根六角键装好 二 选用适度合适的花键调整片 保证一档与二档齿轮 三档与四档齿轮的间隙 为0.15到0.35毫米 大档垫片与倒档齿轮的间隙 为0.30到0.50毫米 一 将行星架总成放好 将齿圈支架组件装配到行星架总成 再将低档锥骨传牛板装配到齿圈支架上 先将同步环涂抹涂抹 先将同步环涂抹润滑脂 装配到低档锥骨上 装齿座时注意油槽朝下 装配到位 二 用卡黄钢前 安装同步齿座的轴用弹性档圈 三 将隔环的油槽朝上 安装在输出轴上 安装同步滑套 注意同步滑套内孔上的凹槽 要与同步器齿座上的凹槽对应 四 依次把九套推快外弹簧 推快内弹簧和推快装到位 注意同步推快的方向 然后装上同步环 五 将隔环装配到位 六 将第二个铜部环涂抹润滑脂 装配到位 装高档追骨前 将输出轴油孔做好标记 高档追骨内侧有槽的一面 和输出轴油孔对齐装配到位 七 对更换的有条形码的零件进行扫码 将范围档多叉装配到位 注意有加工面的朝下 将两个滑块涂抹润滑脂 装入波茬内 然后装到滑套内 再将波茬轴放好 八 后壳预装 将两个O型圈装入后壳范围档拨插轴孔内 九 先将导油环分清正反面 这是反面 这是正面 正面朝上 然后将轴承放上 测量轴承与导油环的高度 用卡尺测量后壳的厚度 将输出轴端盖放好 再将纸垫放上 因为安装时需要加装纸垫 用深度尺进行测量 调整垫片的厚度 等于A-B-C-0.1 将选择好的垫片进行装配 10 将轴承装入后壳内 将导油环的八个螺栓孔 涂抹5699密封胶 注意导油环油孔的位置 和后壳的油孔位置对齐进行装配 11 将油封装配到位 由封内侧涂抹润滑滑汁 1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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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4 5 4 5 5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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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十四将里程表传感器螺纹处涂抹242螺纹锁固胶拧紧 十五将活塞涂抹润滑脂 装好外面的O型圈 再将内孔的O型圈装好均匀涂抹润滑脂 将271螺纹锁固胶涂抹在螺母内侧 将螺母拧紧 拧紧力矩为119到145牛米 将气缸止电装配到后壳上 在气缸内侧涂抹润滑脂并将气缸装配好 在螺栓上涂抹242螺纹锁固胶 螺栓对角拧紧 拧紧力矩为41到51牛米 将压力开关装配到气缸上并拧紧 16 将弹性圆柱销装在输出轴端面孔上 将输出法栏装配好 17 将大螺栓装配到位 预拧紧力矩为300牛米 18 将船扭套装配到位 在螺栓上涂抹271螺纹锁固胶 拧紧力矩为73到89牛米 1 将中壳按正常装配的方向装配到副箱上 主轴调整垫片的测量 在主轴总成上装一个预选的主轴调整垫片 然后将主轴总成的花件装到复箱总成里的太阳轮花件上 并装配到位 在装中壳和复箱装配时 因怕纸垫损坏 没有安装纸垫 所以在测量时需要加纸垫测量 深度尺通过测量板上的小孔 去测量主轴总成最后一个齿轮的端面的尺寸 对于豪卧18709 豪卧19710 豪卧15710 计算公式为 A-B加预选主轴调整垫片 减中壳标准尺寸69.22 等于主轴调整垫片厚度 对于豪卧19712 豪卧20716 计算公式为 A-B加预选主轴调整垫片 减中壳标准尺寸95.57 等于主轴调整垫片厚度 注意 安装调整垫片时 窄面朝上 2 将箱内有管衣空心螺栓预装在前壳上 3 将两复轴总成推进复轴孔内 左右复轴总成不能放错位置 复轴上的标记线与一轴齿轮上的标记线一定要对齐 4 在输入轴齿轮的齿根处 用标记线对称划线 转动输入轴 使标记线与两复轴孔中心在一条直线上 5 主箱内装配 将左右复轴装配到前壳 注意 右复轴上端有内化界 5 主轴总成 拨插轴总成装配到位 将齿轮拨对齿 使主轴总成落到位 下面将豪卧系列产品主箱内对比 6 将箱内油管衣装配到位 注意反正 7 将左右堕轮放在中壳堕轮槽中 将舵轮往壳体两边放 以保证装配到位 8 调装起装好前壳止垫的中壳总成 与前壳对齐 将中壳装配到位 9 轴承内环倒角朝下 将内环装配到左右复轴上 再将轴承及内外环装配到位 用卡簧前将轴用卡簧装配到左右复轴卡簧槽内 10 区分左堕轮轴和右堕轮轴 然后将左右堕轮轴油孔冲着主轴方向装配 用石子花 用石子花螺子刀通过左堕轮轴孔和主箱内油管衣对接 安装到位 11 依此装上护所板电板 弹簧筒主腹箱互锁板 先将大压板的垫片放好 然后将大压板和小压板放好 注意不要让任何东西掉进中壳内 12 拨动护所板 看护所板回位是否灵活 下面把主箱内护所板介绍一下 好卧13710 好卧19712 好卧15710 好卧19710 好卧18709 好卧20716 打开护所板 使装配复箱总成时 范围挡拨插轴落到左堕轮轴孔内 1 将复箱总成装配到位 取下打开护所板的工具 2 将取力器的花箱轴装配到右复轴 将滚针轴成装配到连接轴孔内 放好取力器前壳和后壳连接的纸垫 再将O型圈放到后壳取力器回油孔位置 装上取力器后壳 将螺栓拧紧 拧紧力矩为73到89牛米 再将取力器前壳与后壳连接的纸垫缝号 装上后壳 装上后壳 螺栓拧紧 拧紧力矩为41到51牛米 3 将油管装到位 连接输出端盖与出油管 拧紧螺栓 拧紧力矩为50加减10牛米 4 拧紧中壳与后壳连接的螺栓 拧紧力矩为41到51牛米 松开输出法栏大螺栓 5 螺母内侧涂抹271螺纹锁固胶 拧上复箱和主轴连接螺母 拧紧力矩为73到89牛米 将堵塞装配到位 涂抹5699平面密封胶 装上压板 拧上大螺栓 拧紧力矩为1200到1300牛米 13710系列为650牛米 安装锁片将锁片冲好 1. 把滤网总成 O型圈滤网端盖 用螺栓安装到位 螺栓安装的拧紧力矩为21到25牛米 2. 逐个拧上前壳与中壳的连接螺母 拧紧力矩为41到51牛米 3. 依次装上输入轴和两副轴上的指动环和两副轴的轴用卡黄 4. 用深度尺测量输入轴轴成 4. 于前壳的尺寸为B 测量输入轴端盖尺寸为A 4. 所需要的垫片的厚度等于A-B-0.1 测量所需要的垫片厚度 4. 在垫片上涂抹润滑汁 5. 并将垫片放到输入轴端盖内 5. 依次安装副轴端盖输入轴端盖 装油泵时 先将钢球装入副轴上 再将油泵装到位 注意装副轴端盖输入轴端盖 油泵时要保证止垫平整 在螺栓上涂242螺纹锁固胶 拧紧螺栓 拧紧力矩为41到51牛米 6. 安装箱内管2 连接各油管总成 2. 安装箱内 care 拧紧螺栓 拧紧力巨尾50加减10%纽米 7.将带衬套的离合器拨插轴支架装配到前壳上 螺栓的拧紧力巨尾41到51纽米 8.把离合器拨插轴依次穿过离合器拨插及拨插轴支架装上两个平件 8.安装轴用卡黄 8.在拨插定位削孔涂抹242螺纹锁固胶 8.将内六角顶丝装配好 9.安装助力钢支架 8.安装软轴支架 8.拧紧力巨尾41到51纽米 8.安装软轴支架 1.装上下碗 8.弹簧 8.上碗 8.轴用卡黄 9.装上护锁插铺头即换挡轴 9.装上护锁插铺头即换挡轴 10.用冲子把换挡头原柱削装上 4.在碗形腮片边缘处涂抹271紧固胶 装上碗形腮片 5.装上弹簧 自所削轴 弹簧剥片 挤自所削轴滚针 装上削 挤扇形锁块 装上传感器驱动环 注意方向 窄边朝上 宽边朝下 安装传感器驱动环弹性原注销 6.装上传感器驱动环弹性原注销 装摇臂侧端盖止垫 将摇臂侧端盖装配到位 拧上螺栓 装上定销通气阀及倒档开关 7.将气控锁止销 装到小盖壳体上 装上定位套 装上弹簧 装上弹簧 及欧形圈 再将止垫放好 装上气控锁止阀 气控锁止阀 和双H阀门之间的止垫 双H阀 注意双H阀 有反正 消音器朝下 拧紧螺栓 8.安装空挡开关销 然后装上空挡压力开关 9.端盖一侧 装上隔环 放上纸垫 放上纸垫 装上端盖 拧紧螺栓 10.将防尘罩装配到摇壁侧端盖上 摇壁装配 注意摇壁装配时 要向前方倾斜15度 拧紧螺栓 拧紧力距为41到51牛米 拧紧力距为21到25牛米 11.将小盖总成安装在主箱上 悬挡总成和摇壁连接杆一定要形成直角 否则不好悬挡和挂挡 安装气管 双H阀的远端与范围挡气缸远端相连 近端与近端相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范围挡 空心螺栓 拧紧力距为42到52牛米 AMT制动系统拆卸 拆下气管螺栓和油管螺栓 拆下制动器连接螺栓 拆下制动器连接螺栓 拆下变速器制动支架 拆下制动片和摩擦片 拆下端盖总成 AMT制动系统安装 安装端盖总成 摩擦片在油内浸泡24小时 安装制动片和摩擦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范围挡 有方向性 切两个摩擦片的六个内孔对齐 将顶消装好 在活塞上涂抹潤滑汁并装配到位 安装变速器制动支架 并将制动器连接螺栓 安装到位 拧紧力据为41到51牛米 安装气管螺栓和油管螺栓 拧紧力据为21到25牛米 拧紧力据为50加减10牛米 铝壳安装 中壳 中壳两侧放舵轮位置 锁轮和两排滚针轮程 上下各一个垫片 所用的盖板 纸垫及螺栓 铝壳拧紧螺栓的力距为42牛米 小盖总成的区分 12档豪卧19712小盖总成 16档和9档小盖总成 区别如图 豪卧18709 豪卧20716的方向 需相对图示方向 绕换档轴轴心 旋转180度 用弹性圆柱销定位 10档小盖总成 区别如图 豪卧13710双H法 高低档气孔直径 为16毫米 豪卧15710 豪卧19710的 双H法 高低档气孔直径 为14毫米 主轴的区分 豪卧13710主轴 豪卧15710 豪卧19710主轴 豪卧18709主轴 豪卧19712主轴 豪卧20716新式主轴 直连式曲力器 直连式曲力器总成 安装与其他型号的曲力器 安装一样 曲力器输出端不同 下面对变速器总成 异响的故障分析 做简要概述 变速器的噪声 可能是变速器本身引起的 也可能是由车辆 其他部分的噪声 传到变速器 并被它放大所产生的 外部的原因 可能由于发动机 离合器和传动轴的 附加振动 作用在变速器的输入轴 或输出轴上 从而影响变速器内部的 齿轮涅合 噪声被进一步放大 变速器的异响常见的有 敲击声 尖叫声 轰鸣声 咔嚓声 分析异响时 要注意异响产生的规律 是在哪种状态时 表现出来的 哪种状态更明显 哪种状态不明显 异响可用声级和频率来度量 敲击声的声级较大 而频率较低 尖叫声的声级较大 而频率很高 轰鸣声的声级很大 而频率也较大 咔嚓声的声级较大 而频率很低 异响的频率 还必须与变速器的输入转速 做比较 频率低于输入转速时 有咔嚓声 接近输入转转速的 有敲击声 轰鸣声 大于输入转转速的 有尖叫声 敲击声一般发生在 新的变速器总成 或刚维修过的变速器总成上 是由于齿面磕碰造成的 可由齿面强力压延后 出现的亮点来鉴别 一般来说 当齿轮承受载荷时 这种噪声就更显著 因此 当挂上某一档 就产生噪声时 说明这一档的齿轮有问题 这种磕碰 可用油石或手刹轮磨平 尖叫声 是由于齿轮的 不正常涅合造成的 主要原因有 齿面点时 或轮齿变形 轴承点时的 轰鸣声主要原因有 对齿不正确 负轴齿轮在负轴上转动 齿轮严重变形 或其他零件严重损坏 咔嚓声 主要是由于轴承 或齿轮间的 涅合间隙过大 齿轮间的 涅合间隙过大 当扭矩变换方向时 会产生咔嚓声 负轴轴承的 镜向间隙过大 会引起轴的 中心距增大 使负荷作用在齿顶上 这种情况 会引起轮齿的折断 综上所述 在分析时 首先要摸清 异象发生的 规律和状态 再判断 主要有哪些因素 引起的 根据已有的故障模式 和经验 判断出故障源 从而找到排除故障的根本措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